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上掀起很多讨论 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 我们就邀请到了小哈尼上的节目 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欢迎你 哈喽 你好 你好 TFM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时候就想问问看一下哈尼 当初为何会想说 就是要走上网红这条路呢 因为那一点是疫情 疫情之后在新加坡 也隔了好几段时间 然后就在新加坡 就没有什么事情做 就开始拍一些影片 奇奇怪怪的影片 那私底下呢 私底下其实也是跟镜头前的 你是一样的性格吗 还是说其实是有一定的反差 没有 就镜头后的我是怎么样 镜头前的我是怎么样 我不会把自己变成是两个人物 小哈尼其实是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角色还是怎么样 那想要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马来西亚是非常盛产 这个新年歌曲的嘛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 今年小哈尼呢 就是也有推出这个新年的专辑 所以当初为什么会想说 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就想说 我也不如来尝试一下 走入这个新年的这个圈子好了 其实它真的是在这几年以来的第一次 因为其实这首歌曲呢 刚爆红的这首歌 其实它本意不是在新年 因为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词呢 除了春天两个字 然后其余的词根本就跟春天 这个跟新年没有关系 因为平时我们听新年歌都是有什么 敲锣打鼓啊 不然就是鞭炮50年高这些字眼 那这首歌里面完全没有 所以我的出发点 其实不是要写新年歌 其实就是要写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 刚好呢 我写的时候是在10月或11月 那干脆就很接近新年嘛 就找编曲新年歌的老师 然后帮我编 把这首歌编成新年歌 其实我们也知道啦 就是网红这一条路非常的不容易走 所以常常呢 就是网上可能会有很多人 就是对于一些网红啦 或者是一些角色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意见 比如说他们可能常常会为你贴上 这个奇葩的标签 所以你是怎么样的去面对 或者是去消化的呢 其实我都已经是不怎么在乎啦 因为如果是在乎的话 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了 在这一条路当中 会遇到很多主要 会遇到很多负面的评语 是at least这个我是最清醒的 但是今天我仍然带着这个形象 可以踏出家门 然后甚至他上舞台 我就觉得已经是get ready了 可能唯一的一点 我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就是可能comment在一些创作的作品下 我认真起来去做一个作品 还是以攻击的心态 我会觉得很失望 那这时候呢 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也是有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就是给小哈尼的 因为我们同事呢 他是你的这个超级粉丝 所以呢我们也把他俗称为大哈尼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马上到晚期间呢 就是请出我们的大哈尼 欢迎我 大家好 大家好 哈哈哈哈 的确是有点笑 我再介绍一下 我是哈尼姐 我是大哈尼 哈哈哈哈 你叫哈尼就对了 大概姐后也可以 哈哈哈哈 因为我想 哈尼姐我想问你一个东西 我的假发美吗 这样 假发美 但是还是少了一个性感 他就觉得你是比较那种小夹碧玉的感觉 这样子的话想问你一下 你平时是怎么保养你这些假发的 怎么保养啊 哦没有咧 可能我带了一个时期就换 或者是请一些专业的理发师帮我处理 好的 这个时候咧 有一个小小要求 就是要跟哈尼姐一起插曲 呃对不对 唱歌 讲错 插曲 哈哈哈 唱歌唱歌 插曲让我想到一些不该想的东西 就是唱你的那首春天我陪你 他的情况他希望说可以跟你 在一起合唱 你去唱一句 然后我唱一句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 听春风跳一跳 星星点着摇摆 快跟我小孩你一起跳起来 看看你的心 给我你的气 春天有我陪伴着你 一起 Happy 耶 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小哈尼呢 在这里呢 跟我们做了这个访问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接下来呢 就是也希望说小哈尼 就是有机会的话呢 可以来到古镜玩一玩 然后找我们呢 就是提供 谢谢你 可以真的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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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